都看不到烈 今天有个粉丝趣友问我 他说我签署的预算 我想玩冰应该玩什么料 他说我就给他说了 你如果签署玩冰的话 那你就玩这种小精品 我就给他介绍了三块 这是第一块 这是一个木稀沙的黑乌沙 细沙皮 当然这个是开骨窗的 像这个断口我们已经可以看出 这个已经是病了 没问题了 这个开窗这个漏字也非常的细腻 是这种品质 这种品质 实际上这种就是盘货 盘货就行了 切了盘货 荧光很强 这个大灯 清澈度 细腻度 这个栏杠都出来了 这样的东西 就能搞出东西 搞出油价值的东西 这是一块 然后第二块就是一个厚僵料 像这一块 这块在这里画了一个红线 这个红线实际上是我画的 这里有一条大裂 所以就画上了 如果要切 肯定是切切这一刀 把它切下来 切下来也是有一个键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玩大牌 四流大牌 然后这里有一条裂 这里 裂到这里 也就是说这条裂是直的 这里这条裂是直的 我们打灯可以看见 这个料是一个包姜皮 一个包姜皮熟透了 打灯看一下 那这种瓶子 对不对 这种瓶子 八匹曲件就对了 局部还可以玩一下高冰 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 因为这个部位的荧光要强一些 清澈度要更高一些 所以这个部位可以堵一下高冰 这个部位 因为高冰就是更清澈的冰 它就是高冰 清澈度比正冰要高一些 所以叫高冰 这个部位是可以堵的 第三块是个木纳寮 是个托杀的 是个吊坠的一个形状 这边是个阴面 阴面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石头 在矿区里面 就是泥土里面还没有挖出来的时候 在土里面的一个姿态 就是这样一个姿态 它不可能是这样的姿态 因为这个阴面是朝下的 上面就是阳面 所以任何的石头都分阴阳面 除非是碎石 像大麻坎碎石 或者是刚才这块厚姜的碎石 这个阳面 我们给打灯看一下 已经脱沙了 这个料的优点是什么呢 这个料的优点就是很少的裂 基本上都看不到裂 都看不到裂 那这个可以玩冰 对不对 整个都透了 整个都透了 灯泡一样的 灯泡一样 荧光又强 种好的翡翠原始的话 种好的翡翠原始 它如果皮壳比较薄的话 打灯肯定是荧光强 然后清澈度高 这样可以读到高种水的翡翠 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三块料 大家觉得哪块好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